今天也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据说是可以治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 就是美国科学家他们的发现 说咖喱当中的僵黄素是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细胞 消除阻塞脑部活动的蛋白质 这个造成阿兹海默症的元凶 其实是一种乙型淀粉样蛋白 异常的累积会导致我们的脑细胞逐渐的死亡 而咖喱当中的僵黄素是可以刺激这种巨氏细胞 消灭阿兹海默症 而且还可以抑制肿瘤 阿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老年痴呆症 脑部会出现所谓斑块和纠结 会阻断神经沟通和传递讯息的功能 致使患者的智力逐渐退化 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癌症协会 和国家健康研究院也发表证实 僵黄素可以完全阻止关节肿大 关节炎 对心血管疾病 肝炎及肝脏障碍也有一定的疗效 并能有效治疗多种癌症 降低乳癌 胰脏癌 前生物腺癌 结肠癌的发生率 目前台北医学博士更有研究报告 证实僵黄素可以达到治疗肌肉萎缩症的效果 渴望成为全世界第一种真正能治疗肌肉萎缩症的药物 僵黄在印度传统医学中有消炎 抑制关节疗疼痛的药效 在中医的记载则可以去瘀活血 通筋止痛 健胃 利胆等等 数千年来被用来当作药引 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为什么姜黄这么神奇呢 现在请洪志郡博士和种植姜黄的李先生来介绍姜黄的功用 现在在国际上姜黄被拿来做未来开发一个新药的一个原料 有它极好的效果 那在日本也经常被拿来作为抗癌研发的一个新药的一个标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姜黄素在我们做细胞实验 in vitro的试验的部分能够有抑制癌症细胞的一个功效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in vivo的部分 也有看到一部分对于那个癌症肿瘤细胞抑制的一个结果 抑制所谓的癌细胞的一个成长 那第二个能够预防一些肝脏方面的一个疾病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促进胆汁跟胃酸的分泌 然后能够做肠胃保健 那最主要呢它对能够对于一些所谓的心理压力上 比较大的所谓胃溃疡或摄子疗贵疡 能够有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最主要在姜黄最近在一些癌症的部分 未来我相信它有很大的保健的一个潜力 阿伯我请教您 你现在的状况有什么它的功效还是有什么好处 姜黄不是一般市场卖的生姜 姜黄俗称郁金 自古以来被用为生药 现在必须利用生物科技把姜黄素萃取出来才能食用 中国人用来养命养性和治病 人类长久使用无副作用 科学研究也证实了姜黄素不但安全 而且还具有多项促进健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姜黄素还可以帮助体内排毒物质 抑制细菌生育